請撒金粉 倒下手中激憤 高雄市長韓國瑜出席 創業連鎖交融大展 主辦單位預估 吸引超過3萬人次參觀 新開店1000家 為高雄創造上萬個工作機會 離開會場 醒醒鼻子 韓國瑜說自己沒感冒 施政行程不只不談國證 韓國瑜連續兩天都沒安排 媒體聯訪低調再低調 但郭董幕僚卻是把話說得很酸 那個公司因為做得不太好 大家就說我們要換CEO 結果大家就說 我們要推我們的副委會主委 做CEO這樣 郭董幕僚考賽能力不夠 韓國瑜進出都被媒體追著問 說什麼就是不肯再回答 國政問題燙手山芋交給美女發言人 民主國家的權利就是人民賦予的 所以人民才是國家真正的老闆 拉高格局不隨郭董陣營起舞 韓國發言人隔空交手 私底拿來大PK 何廷歡31歲 台式大社會教育系畢業 前台式主播外型年輕亮麗 郭台銘發言人劉宥彤48歲 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 當過華視記者 廣告公司協力形象幹練 對於任何的批評 或者是任何的指教 我們都會把它當成 藍營團結的最大的養分 最美發言人何廷歡 行手上路展現大江之風 韓國瑜好放心 棘手敏感問題 不用親自上場哀刀 競選團隊成員逐漸到位 韓國瑜穩扎穩打 記得成功名王書宏SM小組告訴我們 年輕 Macmillan 大江 所謂的 那比較大的 那一刻 公司又生討論